原理今日在微博爆料了这么一件事 娱乐圈有你明星有了红旭泰国情小鬼 杨小鬼 普用石油做的口红 就为了红 古与天下嚷嚷皆为力王 今日竟是皆为红 古人成不起窝 其实近些年这种爆料不绝余味 有女星杨小鬼求子 有明星杨小鬼转运 求财的 求红的 一个比一个匪夷所思 几乎可以说是不用奇迹 有说杨幂的 有说张博之的 还有说梅艳芳的 说得头头是道 也许并不是空穴来讽 但说来可笑 我们的各种气功大师 都被打倒了这么久了 为什么还有人去相信这种东西 杨小鬼被称为东亚首邪 好啊 你有小鬼 我来毛山道树 藏修秘法 北欧气功 南美邪术 全世界这种东西多不胜数 要是真的有作用的话 我倒叫弟子 还不称霸武林 你当现在是神话时代 我本人也很喜欢一些奇选鬼怪的东西 但我分得清什么 是现实 什么是虚幻啊 你说平日里手机号 或者红包弄得666 888 我都能理解 就算你去求得千开个光 我也算你是个好的寓意 你说杨小鬼 除师游 我只能说老话说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级功德五读书 六明七相八精神 九交贵人十养生 自己的人生终归是靠自己 而不是靠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所以我说娱乐圈中呈现出一种病态 现在好了 已经不是病态 这时已经疯了的 哦 对了 杨永健